你来回答 Lady First 你来回答 Lady First 我害羞啊嘛 吴云甘刘文珊 她俩的人无关系 男女朋友 我觉得刘文珊这人呢 一身正气 很可能倒在我怀里 他这么冷了 哎呀 哎呀 有体质 明显就是口前体质 我觉得这两种东西 这种反差感 在一个男性身上 非常让我喜欢 咱俩这事 一步往这一站 还在那表什么反应啊 双手中过分 爱我 爱我啊 吴云适应我的地方 跟我这个角度说 她够傻吧 最大的 不好意思 那叫善良 大眼睛 吴云一直是一个善良的 热情的 很好欺负的人 在四个女孩中 非常的不起眼 刘文珊又高又帅 吴云其实没有那么有信心 觉得她一定会喜欢自己 就我以为你得喜欢 这样的女孩 她虽然很明媚 但在爱情上 有一点点小怯懦 一直都在期待和试探 你给我啦 哎你怎么知道我想知道 她一开始跟吴云 应该是有个相同点 她们都是对对保护确定的 啊 你实在是 吴云和刘文珊 在爱情上应该都是 要笨拙的人 要不我跟你游泡膝盖吧 不用了 这都不同了 所以她俩可能双向奔赴的过程 脚步就缓慢一些 刘文珊的出现 让吴云找到了 自己敢于释放的那一步 你不怕我玩 你怎么让我看你啊 敢于在刘文珊面前 表露出一些 自己的小缺陷吧 不是完人的那一步吧 哎哎 这怎么跟嘴来了一样 可能看似 刘文珊像一座大山一样 一直都是刘文珊在去拥抱生活 而吴云 进入她的生活之后 是吴云在拥抱她 你出现了 然后陪我坐在 坐在这里 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这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没发现的 是就是经常跟吴云在一起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跟小孩一样 咱就这么多 看多了一波三折的 反而会觉得这样的感情 比较珍惜 云云众生中最普通的爱情 这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爱情 跟你在一起 会觉得出现什么问题都不可怕 哪怕是今天或者 有一句话送给你 哪一句 你是我心中一座大山 而我是山上的一块万世 你永远是一块万世 我永远是那一座山